臺北市微解封向市行天宮申請後 獲得核准開放 今天是第一天 吸引了許多信徒前來膜拜 工作人員也做好人流管制 而建國花市也恢復營運 碳商剩下兩成 如果有必要 還會限制消費時間 信徒們保持社交距離 排隊進入行天宮 要進入前 除了酒精消毒 涼體溫 還要死連制 再循著單一敬拜路線 進入拜拜 隨著全臺微解封 秦天宮獲准開放 十七號開放第一天 吸引許多信徒前來參拜 沒有微解封 我們都會站在門外拜拜 那今天能夠進來 就覺得很開心 小孩子有一點不順 就帶來拜拜 甚至在拜椅上面的跪拜 那還有一些收金 季節等等這些宗教科宜 目前也是暫停的 秦天宮目前只開放 上午八點到下午五點的時段 收金等的服務暫停 人流管制最多九二九人 並且要求民眾做好 食連制等的防疫動作 也有民眾直接在外圍拜拜 認為新陳最重要 建國加日花市十七號也恢復營運 嚴格控管場內人數 現場也不時有工作人員舉牌宣導 請民眾保持社交距離 這次微解封建國花市 從上午九點開始營業 攤商減量只剩兩成 除了做好人流監控系統 必要時也將限制一小時消費 此外交通上機場捷運 十七號到二十五號 假日普通車恢復十五分鐘班距 而高中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 十七號登場也不開放陪考 而各項管制落實執行 就是擔心一個不小心 又導致疫情再起 記者陳嘉欣 朋友組 秋布財 台北報導